第四周 大家好 我是紙衣 歡迎收看本週的獅王SPA.LINE 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關心獅子君的相況 上週獅子君 現在台南主場 迎接與義大的二連戰 首戰杜杜杜頓潘威倫 先發表現亮眼 用七局獅一分的好頭 告訴大家 姜還是老的辣 也幫助統一 在這週拿下首勝 今天身體狀況 整體頭球狀況還不錯 那當然也是靠資甘配球上的引導 那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況 我覺得好了大概八成左右 週五猛師們 北上做客桃園和Lamico 進行三連戰 雖然首戰敗北 不過接下來兩場比賽 郭俊瑋 鄭凱文 羅郭龍三分開轟 用煙火獸未統一場下二連勝 始終郭俊瑋的生涯守轟 更是讓學長們飲料情不完 是很開心啊 因為是打文藝陣的 打出去其實打到就知道過了 只是因為是菜鳥 所以不敢慢慢的幫忙 所以這場跑 可能這一陣子就是 出賽機率不是很高 所以每一場下去 就是當作是最後一場比賽的比賽 就是當作是冠軍賽在打 獅子軍的新秀們漸漸崛起 值得注意的還有潘一魂 這時候打成了一個中右外野方向 打得滿深遠的飛球落地要形成安打 把握住增上一軍的機會 生涯第一個打席 就回逐帶有兩分大點的三連安打 因為我不是21U的班底 我也不是什麼明星球員 然後就當作來這邊 就是今年就先在二軍抹煉 明年有機會的話 開心希望能登陸在一軍 然後今年有機會上來 就是上次我賺到 我覺得是謝謝教練隊的肯定 強悍老將和帥氣新勝聯手發威 勢軍在五戰中取得了三勝 在王位徵活戰中取得了相當有力的位置 失望能不能一口氣恭敬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下半季的戰況 進入白熱花階段 想到延長賽 你會想到什麼歌呢 讓球員唱給你聽 想到延長賽我就想到 四個字 堅持到底我 OK 想到延長賽我就想到 我心意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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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停停停 快停 當打當造停 如果還有明天 延長賽了 如果這麼都是月亮了的火 再夜深夜深 太美麗再溫柔 如果超人會飛 那就讓我在空中 停一停歇 你會想到快點結束 因為延長賽大家都很累 但是超人不能有疲勵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支持到最後一刻 四個字 無論狀況好壞 市民們都會拚盡全力手下每一球 所以本週他對 讓我們來看看Nice Play 感受他們的拚盡吧 因為他是拋起來打的 是 方克偉追求了 打得滿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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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半局 陳傑倩 當達斯汀抓了兩個出局數 又跟去年滿類似的 這一球拉成了一個三壘方向 三壘手拳用機 這名也回憑了一個Nice Play 這球穿越的話 滿有可能要掉分的 所以兩出局之後跑者 還是只能hold在二壘的壘胖 好 三壘之後 這球出現 帶著那個左半邊的飛球 左半一球 陳凱文應該是掌握住了 五壘之後 哇 現在李鴻鈺 這個左半邊的飛球 想要拚三壘 有一點冒險 最後變成了第二個出局數 我確實是比較早到 但是最主要看 拉回來觸殺的死一間點 確實沒有錯 中了 哦 最棒 打成了一個中外野方向 打得滿深遠的飛球球 還在飛 打到的拳也打強 在兩出局的情況之下 現在李鴻鈺已經通過了三壘 球要回傳到凡壘這邊 凡壘是奧奧 哇 兩出局 長打出現 某壘壘上的跑者李鴻鈺 最後是沒有辦法順利的回到凡壘 第二分 這球比較偏低 2×06追求 哇 黃恩赤攔下來的先拋二壘 最穿一壘 NICE PLAY 哇 哇 黃恩赤今天沒有先發 真明星是時候 策動了一個雙殺手臂 沒有極限成傑線 相信大家剛剛看完NICE PLAY之後 對統壘師的新兵有更多的認識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終止無奇龍成傑線 你知道今年季中選手的職棒新兵中 第一個超出群內打的球員是誰嗎 沒錯 這是我們統壘的成傑線 敲出了生涯守候 就是一支三分炮 哇 這個時候 是自己回家的時候 看了影片回想一下 為什麼我可以打這麼勇 有這樣子的想法 對啊 我承認我看了三遍 還沒有加入職棒 就靠著堅強的實力 及帥氣的外表吸引眾多目光 神階線在加入一組後 並繳出穩定的三成以上打擊率 不過上週比賽中 神階線意外傷到右手掌 暫時回到二軍修養 希望四爺能好好養傷 老人回到一軍賽場上繼續奮戰 我覺得慢慢在適應了 就我覺得最重要的真的是心態方面 因為你每一場 有很多場吧 所以你不能因為幾個play師 而去自責還是幹嘛的 那心態方面我去 我偷偷打電話回去給業餘的學長們 問他們 他們說怎麼了 是不是要點大自責了 我說對 他們說其實不要想這麼多 就是我要面對的是未來不是過去 對啊 就期待滿大的 看完年輕人的表現 老將也站出來囉 嘟嘟潘威倫商譽復出之後 三次先發兩次拿下MVP 所以本週的失望發燒心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嘟嘟潘威倫 當天的狀況對每一個打者要投球之前要非常清楚 不然我覺得以現在打者的爆發力 被打的幾率其實能高的 那我覺得可能在投每一顆球 專注度上可能要比較專注一點 擺脫上市困擾後 嘟嘟潘威倫重新回到先發輪值 攪出了亮眼的成績 包括上週三對一大七局僅11分 拿下單場MVP的好表現在內 這四次先發拿下了兩勝 並兩度摘下單場MVP 替統醫師在下半季王位爭霸戰中注入一份安定感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身體的狀況 因為如果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在場上的狀況你會比較專注在場上的比賽當中 就是每一天把握你每一天的狀態 然後去調整狂肌的身體 看到嘟嘟熟悉的身影站在投手球上 總能讓球迷們感到安心 也希望攀彎輪能繼續展現他的好身手 帶領獅子軍往下半季冠軍前進 本週同位師即將北上進行一連串的課場之旅 北部的師民們別忘了慶祥幫統醫師加油喔 是網Spotline 我們下週見 拜拜